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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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晨 来到7月28日 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 和Irene 今早已有新嘉宾 红矮资本投资总监李习明 Alan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Alan 早晨Irene 昨晚看到美国GDP数据超出预期 美股先升后跌 导致低收超过200点 恒指夜期都跟跌 结算前值跌到325点 市场其实突然传出 日元政策可能有巨变 日本央行今天就会意识 揭冲究竟是不是 那等一下就有劳Ellen和我们 分析一下现在最新的市场 很多消息如何解读 对美股以至港股的走势 大家可以如何部署 其他还有什么个别股票疑难的话 欢迎大家WhatsApp留言给我们 我的电话就是96133819 或者我们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待会Ellen就会解答大家的提问 现在先看看外围表现 为经济增长出乎 意料加速到2.4% 加上META业绩好 导致中段一度升到125点 纳指曾经抽高1.6% 不过高位有沽压 而导致成份股Honeywell和微软业绩 之后崖股 导致掉头向下 跌幅最多大约300点 导致收跌237点 报35282点 纳指跌77点 报14,050点 标指跌29点 报4537点 经济数据理想 带动美国十年期债息 升穿四里 美汇指数曾经直逼102关 欧洲央行一如预期加息0.25厘 欧元曾经回落1% 欧洲股市就做好 而日经新闻报道 日本央行仪式将会讨论 调整知识曲线控制YCC的政策 允许国债收益率波幅范围 在一定程度上超过0.5厘 刺激到日元汇价急弹1% 个别焦点美股 业绩好过预期的META 股价一度抽高近9% 收市升4.4% Tesla收跌超过3% 微软和苹果分别跌2% 和0.6% 焦点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腾讯比起本港 收市价跌了1.5% 到338.962 阿里巴巴、美团、京东和网易 都跌超过2% 北都跌近1% 而汇丰控股ADR截算 暴露14.32 给本港收市价跌1% 友邦和港交所跌超过1% 接着我们来看看 今天早上外围的市况 美股的导致期货暂时回稳 35,445点 升14点 纳指期货也是靠稳 至于亚太区股市普遍向下 其中日本市跌得比较多 日股跌1.6% 日经平均指数是32,347点 跌543点 南韩市跌0.4% 澳洲跌1% 新西兰市跌0.2% 接着我们可以很快看 恒指黑期 待会预示港股 有机会就 第海南韩 黑期跌314点 我们先找Ellen看看 最新外围的消息解读一下 先帮我们 因为只是短短一日 好像都经历了很多的新闻 美国欧央行先后加息 其实也是符合预期的 之后美国昨晚公布了一个很强劲的GDP数据 说强劲是因为超出市场的预期 反映是否加息空间还在呢 我看到美汇指数 就是尝试102罐 有几个日元是不跌反升的 因为今早就传出 日本央行会议息 讨论调整YCC 就是U-curve control 有些分析说是否变相加息 所以刺激日元急升 怎么看这个 很多消息影响着 汇市以至股市 因为美股昨晚都跌了 怎样看对汇市股市的影响 你怎样去判断呢 好 我想逐一件事来看 美国那边 因为星期三晚 一如期 加零点燃利 市其实就导致港众正在升 但是纳指已经是开始 看到有个强劲的情况 这个解释就是 我相信加零点燃利是月期之内的 但是拜卫院会后的声明 令到普遍变甲的人有点失望 因为那个声明真的很明显 当然是偏樱的 首先它拒绝 就是拒绝给一个声明指引 今次的加息是否最后一次加息 同时它也强调美国经济仍然强劲的 通胀率虽然有一两个月的数字 其实是稍微低的 但它也清清楚个表明就是 这个通胀率其实未回到联储局的 对于通胀长远的目标 联储局对于通胀长远的目标是 现在仍然是34这种状态的话 其实还有少少的差距 还有它认为需要观察长小 即是说虽然可能一两个月 通胀率CDI可能跌到接近二月水平 其实它也未是收获或者未远夜 即时是可以减息的 它要等到可能多几个月的数据 去确认通胀率真是一个很受控 或者回到一个很温和的状态 而这个温和通胀率是可以长期持续的时候 它们才愿意上一步去调整息率 所以这个会后声明 其实对于息率的预期 其实有点变化的 第一 真是有机会 就是未来可能再加多一次息 再加上即使不加也好 现在这个这么高的息率的环境 有机会是一个较为长时间延续的 因为它会后声明说完之后 基本上大家不会再有期望 就是今年下半年会有机会出现减息的了 只是就是究竟明年 例如明年上半年 有没有机会稍微减一减呢 但是如果你说看它 即是现在的通胀率下降的幅度 或者下降的速度 我相信跌到去三这些位置的话 要再下降开始是遇到有点点困难 因为你看到美国的方面 就影响通胀的 例如那边的人工 或者是一些的 就是住房那方面的开支 其实长期是高居不下的 你要一些这么横顾的 就是你要一些这么横顾的指标 其实开始下降 就并不是你加息 就是一年半载是可以解决到的事 所以很大可能 其实就是美国这个这么高的息率 可能会延续一段较长一点的时间 而这个讯息或者这个预期 慢慢开始在市场上反映的话 我都相信 美股现在这么高的位置 开始出现一个稍微调整 都是一个合理的情况的 另一方面 昨晚的GDP 虽然比预期的强劲 经济这么厉害的时候 股市是不是很旺盛呢 问题就是经济这么厉害 股市旺盛了这么久的时候 同一时间也都令到 联储局其实就没有任何压力 其实在短期里面 需要调整那个息率的 因为对于联储局来说 只要那个失业率受控 只要那个经济的环境 是不出现一个很明显的风险的话 其实这个利率政策 我相信都是偏向 逐步提高这个情况 或者维持在一个高位 这个是美国的情况 欧洲的情况其实就没有美国那么乐观的 因为你看到就最近公布的 一些欧洲国家数据 尤其是德国这些重要国家的PMI 其实都是一个极差的情况 所以大家都觉得 欧洲央行其实就没有什么条件 是继续加下去的 但是可能那边的通向实际是太夸张了 所以欧央行在这个时间 也宁愿是跟随美国加这个0.25厘 反而我认为欧央行 其实就提早结束加息 或者甚至因为 其实你欧洲其实没有一两个国家 其实国家没问题 就有机会出事的 如果真的出现这方面的风险 或者那边的金融机构 是没办法顶得上加息 而出现一个风险的话 反而欧洲那边提早减息的机会 其实是可能会大一些 所以对比美金和欧洲之后的走势 我觉得欧洲那个反弹的声势 其实未必是真的可以持续的 反而我觉得如果大家有一点 就是开始觉得欧洲那边 会有一点减息的可能性的话 反而欧罗转弱的机会 其实是不会比较大一些 这个侧面也都是 反过来来说 因为这个美元最大的交易对手是欧元 所以如果是欧元转弱的话 相反其实就对美元的汇价来说 会有一定的资产作用 最后就说回日本央行 日本央行真的很难估计 大家估计或者唯一 提供给市场资讯就是会调整YCC 但是它怎样去调整YCC 因为它可以透过加息去调整YCC 其实就好像上次 就是它上次其实是变相加过0.0.2 这个是一个调整的方法 它可以调整它卖债的比例 因为你看到其实日本一直都在 日本由2000年开始 就已经开始QEQ了整二十几年了 在这段时间其实它可以调整 它买长卷债的比例 例如它相反 就是GCO曲线是比较斜一点的 可能它买少许长债 然后买多一些短债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将短债的息息率 进一步向下压 这个可以是一个调整YCC的方法 或者是最简单的 真的直接去调整息息率 这个也是很多人的预期 因为日本经历了这么多年的QE 就是放水放了二十几年 终于看到那个CPI的通胀就有点起色 在早两个月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达到他那个通胀目标债 但是现在似乎是很明显 就是开始超出了他的通胀目标 就是去到三这个水平的话 我相信日本央行其实会有比较大的 一个调整息率的压力 只是选择在哪个时间点去做 反而这次其实美国加元 然后欧洲加元 而这两个都没有任何减息的意向之前的话 我相信这个位置可能是对于日本央行来说 最好调整息率的方法 至于调整多少呢 我想一开始它纯粹是试一试水温 可能调整0.25就顶下了 虽然调整0.25实际的影响其实是不大的 因为一来它现在加了0.0 然后你加了0.25的话 其实你对于就算是借银的投资者 你也说了 这些0.25不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 问题就是在于投资者的预期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 因为实在在过去二十几年大家不习惯日圆是有息的 忽然间就告诉你原来借日圆是要付息的 好了 可能这个究竟造成什么的冲击 或者冲击有多大呢 暂时没有办法预计 但是如果它真的调整息率的话 我相信整个美股的趋势 至少你看到日经其实都之前破了20年的高位 这个趋势是有机会出现一个调整的 当然如果它只是调整0.25 然后你给足够时间的市场去消化的话 我想就长远来说的声势未必会有反絕 但是这个风险我相信是需要留意的 还有这个风险如果是短期发生的话 我相信对于环球的市况来说应该是会面对待的 是 也就是要看着 因为今天就会揭冲了 究竟有没有什么大的动作 还是像之前这样的 但是有样东西 实用性方面 也要帮很多喜欢去日本旅行的观众问一下 那日圆游究竟会不会已经是最低位已经见过了 还是其实你觉得这个弱势也是大趋势来的呢 弱势就未必是大趋势 就是如果你说现在这个环境 就是日圆仲是几个星期 然后你美金那么贵的时候 那个弱势应该都可以保持 这个是纯粹两地息差的所决定的 但是这个不是永恒的 就是你美联储短期就没有减息的意愿 但是长远来说我相信怎么会降下来的 它今年不减息 明年上半年或者明年到年中的时候 也有机会减息的 其实只要你入美食差 就是开始收窄的话 其实日圆和美金之间的差距 日圆会有机会升回 但是这个未必会在短期里面出现 当然如果你说日本央行 突然跟你说加0.25或者加0.5的时候 那日圆的字应该是138 139 如果真是加的话我相信 可能短期落回30 是会有机会的 这个就真的看日本央行的动作 如果他纯粹告诉你 YCC是真的买长远债的比例 那我想对于日圆的影响 就应该不是这么大 应该是保持在日圆140 附近备会 好啊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情况 港股的走势又怎么看呢 我先转看港股上日表现 稍后继续和Ellen聊天 问他如何看港股的部署 港股昨天看到 因为看着联储局 如预期加息0.25厘 又表明今年内不会减息 能指高开后升幅扩大 最多升超过300点 全日升273点到19639点 创了超过一个月高位 成交额1135亿 波子升近3%至4341点 阿里和美团升大约1% 车股再启动 小鹏获得大众汽车入股 股价抽高近3.4% 蔚来升1.3% 吉利升超过8% 内房股再炒上 富力升2% 碧桂原升超过1.1% 碧桂原服务升9% 内险股过瘦升4% 我们看看北水盘路 北水趁星市获利沽货 全日正流出36亿8千万 各股方面 资金正流入的方向 都很明显 马里宁和中电讯 分别给支1亿8千万和1亿5千万 没什么特别板块 明显有资金流入的情况 但正流出方面 急升小鹏汽车 就录得10亿7千万的正流出 指数ETF也有沽货潮 恒生国子ETF和盈富基金 分别走资9亿1千万和7亿2千万 继续跟Alan King谈过 港股的情况 刚才说到外围这么波动 港股这方面 当然还有其他 例如政治局会议之后 政策憧憬的因素 所以这个礼拜 其实某些日子也特别强 好的就是好像升市的时候成交都多 但是看到今天应该都会低开 怎么看港股究竟升势完美呢 还是休息后又可以再上呢 暂时反弹可能会过一段落先 因为影响港股 其实外围暂时对港股的影响 相应来说是低一点的 若然不是港股就不会那么弱 因为你看到外围过去几个月 都是维持处于强势 但是对港股的利好座能力也有限 如果外围真的转跌的时候 跌的幅度其实是超出货会下不下跌的话 对港股都一定会有一些贯影的影响 因为现在美国可能是市首 美国达出大厦 有一定的调整的压力 但是如果调整的幅度只是5%左右 或者是以内的话 我想对港股未必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但是如果超过这个调整幅度的话 可能对港股来到港股造成一定的影响